龙年雕刻挑战者 这里非常普通的翡翠材料 我们是如何理解它 从而让它成为我们龙年的首发视频的 面对这样一块形状不规则的翡翠材料 我们先看看老蒋老师是如何评价的 这件材料就比较普通一些 那这件材料它是可以体现出效果的 相当不是特别厚 那怎么去设计呢 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利用它厚度不是特别厚的情况下 去做一条龙 头是在这里把它扭转过来 于是我们将材料的上半部分 以翔龙作为设计题材 材料的下半部分则以翔云作为衬托 大面积的镂空也使得材料 释放出更好的种水 以细腻的刀法刻画出每一片龙鳞 每一处龙爪的力量 呈现出龙的雄壮与威严 使得整个作品更具艺术感 更凸显了龙的灵动和云雾的神秘感 我只需要为烫雾的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